觉得眼睛又是人心灵的窗户 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可以反映出身体出现了一些健康状态 身体在呼救呢 来 韩老师 所以我们平时在早晨起来的时候 在洗脸的时候 看一下镜子 自得眼睛和脸是不是浮肿 如果突然出现了浮肿 尤其是眼睛肿的好像都看不见了 尤其下眼见都浮肿 那么眼睛体员了变小了 脸也觉得上 肿好像比较难受 那么要及时去就医 可能您的肾脏或者说心脏出现了问题 如果您的脸突然的消瘦 尤其是前骨身高 那么脸塞 这个塞帮子 没有肉 那么再扮上体重降低 那这说明您可能体内 尤其消化系统产生了恶性肿瘤 这也是一个信号 也是一个面部的表现 但是我们把颜面肿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突然肿起来 就是睡一觉起来 脸也肿了 然后好像觉得手也胀胀腿也胀胀 这个整得比较快的 我们中医把这叫盐水 就是说肿的比较迅速 病程比较短比较迅猛 这个可能就是急性肾炎 说有的人感冒以后没有调整好 突然感冒引起的急性肾炎 尤其一些是发烧以后出现这种 那么及时要就医排除肾脏的积患 还有一种种的比较慢 今天有点脸肿 明天可能休息休息或吃点好一点 但是发现脸肿有的是肚子肿 或者脚肿 然后慢慢腿肿 这个叫阴水 前面是羊 这个是阴 这个是由于慢性的心脏的疾患 或肾脏疾患发展了 它可能脏气在慢慢的损耗 这个也要及时去就医 说明五脏 或主要是肾脏和心脏受到了损耗 我自己觉得 我经常会有黑眼圈 眼睛浮肿什么的 那么我们看眼睛的时候 因为眼睛五脏六腹之精华之所住 所以眼睛周围发青的话 一般来说主要是体肾的功能减弱 还有些人可能就像您这样 年轻人 然后工作压力比较大 经常爱熬夜 眼圈也会轻 谢谢 我还统称为年轻人